5月15日晚间,亚洲文化嘉年华在国家体育场盛大开演 这个曾经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鸟巢 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16日下午,亚洲文化嘉年华主创团队从幕后走到台前 向中外记者讲述背后的故事 嘉年华共有14个节目由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 组成的8000余名演制人员同台献祭 用总导演杨东升的话说,浓缩了亚洲的艺术 绽放了中华的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 由于各国的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所以使得我们这台嘉年华活动比较有特点,有亮点 很多国外的艺术家的表演都是大家没见过的 经过我们的编排组合 所以我自己感觉到是色彩斑斓 为了呈现这近100分钟的演出 主创们花了五个月进行策划,用了两个月在中国六个地方进行排练 用了一个月进行舞台搭建 又用了18天进行最后的合成 演员在排练过程中也是几经磨难 鼓舞飞扬,它来自中日韩的鼓手们 这里面有八个鼓手,就像空军飞行员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它绑在机械臂上摇滚 它那个机械臂啊,运动,运转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八个男孩子就在上面,一边还在打着鼓舞,一边还在忍受着呕吐 每天几个小时翻轨下来,下来就吐 秦石苗说,所有的演职人员就像这样一点点克服细节 让嘉年华在15日晚间精彩呈现 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普切里 他说,我在台上唱完之后 我感到你们的欢呼声使得舞台在震动 我不由地流下了眼泪 由于这样的艺术家的精诚团结合作 把这样一台文化的盛业端到了国人的面前 也传播出我们的国界 据悉,这次嘉年华还设计了一方面积接近15000平方米的多媒体互动舞台 这也是鸟巢有史以来最大的舞台 同时,长期是4.53米,宽19.289米,高15.224米的空中矩阵 还创造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